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 怎么看? 当各位观众看到这一集的时候, 相信我应该身处内地 其实4月5日就约了朋友回到内地, 今天这一集是4月4日晚上11点半通宵录制 今天这一集只有一个话题, 想和大家说说旺角仙达 即使各位没去过和我一样, 都一定会听过 这个地方作为香港手机界的胜地 基本上你就可以觉得, 淡泛任何和手机的东西 即是换电池, 黏屏幕贴, 买手机壳, 买手机那些 去到鲜达你拿得起钱, 总会有人帮你搞定 其实鲜达这个地方在10年前说 不管你租了铺位, 还是你有铺位, 买了铺位做生意的话 其实当时一年赚几栋楼, 或者几年可以赚到几栋楼的钱 是完全不出奇的 因为当时香港是有炒iPhone热潮的, 炒得很厉害的 当然了, 一个能够创造这么多财富的地方 当时的铺位肯定是价值不非的 即使是说一些很纳米, 很丁死的铺位 都说要成几百万 好了, 究竟来到2024年的香港是怎样呢? 如果你是看到封面图, 或者标题都看到了 先达广场, 现在就有纳米铺是198万卖出 大家可能会觉得, 纳米铺, 纳米铺正常预计它几十万 这个纳米铺近200万卖出, 其实都很赚啊 但是, 殊不知200万卖出去, 大家看下去以为 业主赚很多, 但原来是蚀了600多万 13年来, 铺位贬值了76% 其实, 除了去看看铺位的价钱之外 井仔今天也会和大家去回顾十年前的先达历史 当然了, 不会说到很闷 因为里面的历史, 其实是和香港和中国内地 一些手机政策是有物不可分的关系 叫做和大家一路回顾历史, 一路再看看先达广场 是如何受制于一些政策, 或者一些历史因素 就令到它由成变衰啊 有时候做生意来说, 是可以因为一条简简单单的政策 令到整盘生意没有了, 是不奇怪的 所以, 如果你有做生意, 又或者你对做生意感兴趣的话 其实今集都值得听的, 因为后面我会分享一些 类似生意经的道理去和大家聊聊天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 订阅, 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我们关翼 和记得再按黑客 Kennedy 这次节目正式开始了 近年苹果iPhone炒卖亦然暇不再 仕日手机胜域有湯祥之称先达广场 频频就有很多的蚀样新闻 最近一个位于商场一楼的纳米铺 就只以198万就逆手 原业主就持货超过13年 净蚀了640万 贬值了接近七成半 市场消息就说 今次的铺位就是仙达的一楼F2号铺 建筑面积是120平方尺 总之就蚀到入狱 另外在去年年中 仙达广场也有一宗地铺蚀样的成交 铺位就临近扶手电梯 建筑面积更小 只有81平方尺 当时就以300万逆手 原来旧业主就在2012年5月 最高价的时候 是说865万买入 865万在香港都可以买到一个三房单位 大家可以看到 哪怕是一个这么小的铺位 当时在仙达都要800多万才能买到 其实跟大家说一下 仙达广场为什么当时的铺位价格这么夸张呢 跟大家回顾一下10年前的历史 其实仙达为什么可以去到这么旺 是因为当初吃到iPhone 刚刚推出 即是叫做iPhone4的那条水 因为当时是说 iPhone4是一个滑时代 震惊全球的产品来的 当然全球也都包括我们中国 所以很多中国的同胞对于当时的苹果手机 趋之若无 还有当时基本上你说有没有Android呢 有但是根本就算是连三星也好 头都未凸出来 所以没有第二个选择 你想要那些能够触摸摸的手机 只得苹果 但是当时因为一些政策问题 中国是没有官方的苹果手机买的 基本上就是说 中国人要有苹果手机 就是要靠香港入货 香港入货之后 先达那班人 他们另外就会有些渠道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用走私的方式 是将那些苹果手机 运上去内地 然后再去卖给那些 出得起钱的富二代 那些人去买 然后很多人就是靠这一样东西 去赚到第一桶金的 先达就是作为一个 拿货的基地 甚至乎是说当时的内地人 他们旅游也好 什么都好 自己来香港买iPhone的 所以当时 你不要说你在鲜达里面 我有人物 我有渠道可以做 当时那个热潮是说的 只要你刚好 我去苹果官网 我抽到一部手机 抽到之后 你直接再 随便在门口买 就已经可以赚到几千 大家想想 当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都可以这样赚到几千元的时候 那帮真正开铺的 后面有渠道的 有人物的 几百部几百部 苹果手机卖的人 你就想想 基本上是当时 苹果每出一只新产品 他就能够赚到几百万 而且不单只是苹果手机 因为在以前十年前 虽然有淘寶 虽然有乘运 但是当时 没那么方便 没那么业满的时候 有很多人 就在内地的厂 那里 就去买那些五颜六色的手机壳 即是叫做 拿货下来的几元一个 接着下来香港 就买你五六十元一个 这样 相当之好赚的 另外 也有些人 是靠一些 手工活 就能够赚到上楼 帮人贴 网贴 因为网贴这件事 成本就很低 特别是他们大量买 可能五毫子一张 一毫子一张都有 接着 别人就帮你贴 因为大家要想象到 就是说 当然我们现在 我们帮自己的手机买 屏幕贴的话 当然是买一张 20-30元 要标榜有什么超铝合金 超蓝宝石 要怎么保护屏幕才买 但是你想想 当时 那个信息不流通 还有 没有那么多所谓 贵价屏幕贴 和人家做生意 一定 不会给你最美的屏幕贴 随便找那些 一两毫的屏幕贴 贴下去之后 成本一两毫 算自己手工 随时贴一张屏幕贴 收你30元 各位 这里其实都很好赚 特别是当时 你已经识得贴 黄贴 识得 将那些泡泡 弄走的话 是真是说 可能你一个小时 贴几十张的话 你都可以算到 当时那些人 是排着队 等你去黄贴的话 你那里的钱 是真是肥过肥仔水 总之就是说 当时 虽然香港 就是一个豆腐样 那么小的地方 但是 全中国 都想要iPhone 然后 香港作为一个 亚洲的供货地方 然后仙达广场 亦都是当中 重中之重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一个这么小的 仙达广场 当时是有这么 庞大的商机在里面 当时的仙达 可能一年有 几亿生意 甚至乎 去到10亿生意 所有的老板加上 其实是真是不出奇的 但是 为什么能够 赚到成几亿的一个地方 但是最后又会衰退 背后又有很多原因 我现在如数加珍 和大家分享 因为 10年前的那个故事 当时我正正就是中学生 我都是比较留意手机的东西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一集甚至乎 我不打稿 都可以直接 说出来 因为真的等于说 自己认知的东西 其实苹果手机 不知道去到第几代 的时候 中国都开始有官方 去 代理去买 的时候 那时 仙达就已经开始有危机 但是 未完全死 因为 有时差 那时是说 香港能够 拿到iPhone的时间 是早 比中国 一两个月 这样 由于有时差 有时差 总会有得赚 因为 有些内地 即是那些很有钱 他们上威 给多一万元 买多一部iPhone 现在我买不起吗 你呀 明天跟我下去 搭车 拿一部iPhone iPhone过来 这样 他们给得起了一万几千 总会有人在香港 千里万里都会送手机给他们 还有就是说 没有记错 叫做8年前 7年前 人民币汇率很高 以前人民币汇率最高是 1.3 甚至1.2 总之这些水位 那你计算 就是说 咦 用港元去买iPhone 是便宜的 这样 接着那时又去吃了那些汇率差价 所以仙达当时是 当然没有了很多的炒卖生意做 但是仍然是有得做的 不过再过多几代之后 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苹果 都是统一发售 接着售价的差别 已经不大 的时候 已经没什么人去炒手机了 所以当时 仙达曾经是有段时间 就说什么 什么哀嚎遍野 遍地黄金 就已经不再 这样 甚至乎时间 去到来 现在 他们更加 就做不住了 因为 你有个铺位在 你又要交管理费 费费 等等 现在 你说真是单纯 靠一个 半个客人去做 然后又没有炒 那些热钱 进入来 其实就有很多人会觉得 那我倒不如 就是说退休 放假 因为在10年前 如果吃到 风口位的人 其实5-6年时间 应该可以赚了一世人的钱 不过 如果当初是说 我买仙达的铺位 打算 当是地产投资的话 现在大家有眼看 账面上 就输得傻 不过 正常持有这个破位的人 他放租了这么多年 租金都肯定不会便宜 你这么贵买回来 难道你给人5000元租吗 所以 继续买买 输的可能有 不过都不会输得太多 还有 还有一件事 因为 以前大家就当苹果手机iPhone是神 但是最后 我们国内品牌的手机 也都追了上来 还有就是说 iPhone以前就很贵 但是现在 你华为也好 小米也好 都会有他们的老人机 便宜价机 贵价机 什么都有 所以 当苹果开始被其他人追上 他不再是唯一的时候 再加上 十年前 就没有什么中国人支持 华为爱国 这一样 但是 去到近这几年 有很多原先用开iPhone的人 他们都会觉得 我爱国 我要支持 华为 甚至乎坊间有些消息 就说 你拿着iPhone的话 有某些地方 就不欢迎你进去 所以 就更加多人 就用那些 就是华为 和iPhone的 吸引力 亦都相对地 少了 另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 因为手机的 叠代更新 都有个问题 10年前 因为10年前 我开始有人生第一部手机 以前做很多很无聊的资料搜集 估不到现在用得上 10年前 是说 当时每隔一年 有一堆新的手机出来 例如说 当时我是见证着那些 单核手机 然后双核手机 然后去到四核手机 再去到八核手机 然后没有十六核手机 当然或者有 但现在主流都是说 就算是我这些手机 都是八核手机 见证着 当时 每一年新的手机 他们的功能 是 明显 劲了很多 然后再去到 Samsung 有部手机 是多了 Note 2 多了一支S Pen 之后 又多了一些功能 然后有些手机 专推大屏幕 有些手机 专推影相 漂亮 然后 当时 是百花盛放 真的每一年 都会有些新东西 令到大家 嘩一声 有些新东西 所以 当时 无论是Android手机 也好 还是苹果手机 都好 你每一年新出的那部 都一定有惊喜 都一定会有很多人 追着去买 但是 去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甚至乎你不要说现在了 你用三年前去说 其实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和我都是一样的 我们不是用手机来打机的话 基本上 每部手机都差不多 而且现在 就算再出一些新手机 通常都说 性能上 可能会更加劲点 但是最主要就是 这个相机镜头 就会 更加劲点 但是 除非你是靠 手机镜头 去买吃 除非你说 我拍片 买吃 你就需要 手机的镜头 很劲点 但是 就算是我 也好 老实说 你一部手机的镜头 就算多漂亮 也好 其实我现在 都不会这么在意 因为 我知道 虽然我是要靠镜头 去买吃 但是我不是靠个靓样 来买吃 是不是 我根本都不需要 手机镜头那么清 最好 不要那么清 是不是 我又不英俊 到时 拍了些瑕疵 我挺尴尬 是不是 由于 手机的进步 开始 开始 就算失离失去 东西已经没有新意 所以 特别是用iPhone的人 有些是说 我四年才换一部 甚至有些 我五年才换一部 所以就是说 进一步 令到先达广场 少了很多客源 和人流 实际上去说 手机当然是 我们普通人的 日常必需品 但是 我自己 哪怕我已经 都是叫做靠手机 找食的人 是不是 无时无刻 拿着手机 要看YouTube的东西 看YouTube的数 那些 是不是 但是就算 是我这些 真的靠手机 找食的人 也好 其实我换手机 意欲 都很低 老实说 你不是坏了 我都不想换手机 因为 每次换手机 都觉得很麻烦 以前 小时候 就会觉得 正呀 换手机 小时候会觉得 很兴奋 因为会有一种 好像买了新玩具 去开箱出来 然后真的可以开心 几天 但是人大了的时候 我现在就 只知道 我换手机 我这些资料要转来转去 特别是 认证 验证 银行 那些什么 保安 那些 搞到头都大了 然后有时候 可能一时半刻 搞不到又担心 哎呀死了 我的钱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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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 搞到整个人 一换手机 已经没有了那种 喜悦 也不会有什么 新功能 总之就是叫做 令到我花心 努心努力又要去想 哎呀 那些东西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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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问我呢 我这一部手机 已经用了两年了 为什么换这一部手机呢 都是因为上一部手机出了问题 所以你问我呢 我是真是希望我这一部手机 可以再占多两年 最紧要 不坏就没问题 由于现在 整个经济 整个社会 对于手机的 理解 已经是完全 不同了 十年前 你懂得 布住个封口位 投身手机行业 的话 现在退休 养了我 都没问题 但如果你说 我现在 才想去 投身手机行业 才去卖手机 去帮人 黏幕帖的话 应该都很大机会 黑米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到 无论是华为 还是小米 特别是小米 小米最开初 是出的什么 小米1 小米2 是真是单纯 做手机起家 但是来到现在 小米 都不会说 只是做手机 华为 当然也不能够 只是做手机 当时 被美国打压 华为不做其他 当时 倒了 所以你会看到 其他公司 已经不再专注 华为1 在手机业务 很多东西都会 例如华为 去做芯片 去做其他 然后小米 出车 然后那些 小米家电 小米 软件 等等 所以你会看到 其他人 是会随着 时代去改变的 但是 仙达可能 外于一些 零售业的性质 没有办法改变的话 你现在就看到 仙达就是 属于被 时代遗弃了 这一样东西 正正就是 告诉大家 没有什么生意是永恒的 几年前 我都仍然是深信 在香港 买砖头一定是永恒的 但是 过了疫情 来到现在 都打破了我当初对永恒的定义 所以 有时候 做生意 做投资 决定 最重要是 懂得放手 当你发现 自己已经 不在 时代封口位 的时候 就很好放手 是不是 因为 毕竟 如今的饮食业 零食业 零食业 店铺 这段时间 经常常说 这些 是不是 既然发现 现在的 环境 不再是 二三十年前 那么好 你 你说 收拾了间店 去减少自己 继续 虚钱 输钱 其实是很正常的 然后就等 等到下一个 你认为是 封口位 的时候 你就再拿钱 去投资 去做生意 说起 封口位 这件事 我分享 多一点 给大家听 因为 如果你不是 我今集 第一天 听 井仔 假设你 已经陪同了 我一段时间 大家一起 听了一段 新闻 的话 其实 在我 拍片这三年里面 大家是见证着 AI的 诞生 例如 CHATGBT 后面还有很多新东西 很多不同的AI 那些 好了 其实有些聪明的人 他们知道 CHATGBT 问完的时候 他们不是去想 究竟AI 怎样帮到自己 他们是会去想 这个AI 是需要用到一些 电脑显示卡 他们就会去看 有什么公司 做这些 显示卡 提早去买他们的股票 好了 时间来到现在 相隔了半年左右 相关公司的股票 升到 巴巴 声 都叫做 跟大家承认一下 这些新闻 我全部有留意 我全部有看 但是 因为 我很笨 我没有足够的触觉 是当时 能够分析到 我可以去买 这一类型的股票 去做投资 因为 现在当然 是升 但现在 再买的话 就太迟了 有点摸顶了 因为 那只新闻卡 都超过一千元美金 我有时想和大家说 就是 就算 我们这些 坐在 和大家说话 虽然 听下去 说话流畅 当然 是靠剪接 听下去 好像有少少道理 但实际上 我们都不是什么专家 有时和大家分享 有什么生意心得 一些人生道理 但是我和大家都是一样的 去到真正赚钱机会的时候 我自己都是不够触觉 去洞察到这一样 但明明我和大家一样 都是坐在那 知道 查GBT出了 但是 为什么我这么笨 我找不到这个投资机会 还有不单 是现在这个AI股票 就是这些 封口位的投资机会 就像小米前几天不是出电动车的 但是 在出电动车之前 其实是会有相关消息 是会知道的 是不是 那好了 其实小米出完电动车之后 股价是升了十几个百分比 那就是如果我在之前 已经凍息到 原来小米这一架电动车 是会对于市场 那么大影响的 提早入了 买了小米的话 哦 那就赚到 肥仔水 是不是 还有就是说 当然不是只留意小米 也都要留意 中国电动车的一些未来的政策 会有什么补贴 坊间还怎么样去看电动车 美国又怎么样去打压中国的电动车 这样 我想和大家说 十年前是一个 炒 炒手机 玩iPhone 然后 可以发家自负的时代 你不要觉得 因为 我十年前没有把握机会 人生就没有了机会 这样 其实机会是 every rare的 机会是周围都有的 真的这么说 发达的机会是真的周围都有 我都陪大家 原来是慢慢走 慢慢走 慢慢经历了不少的发达机会 不过 我没有钱 而且 我也不够动刹力 和决心 所以 就算我和大家一起经过了这么多风口位和机会 也好 我自己是错过了 还有 在半年前 三年之前 传出了 不是说有半导体 虽然 现在看那只半导体 原来是吹水的 原来是假的 但是 当时 一有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和半导体相关的股票 每个都升到飞起 当然 现在肯定回落了 但是 如果你的触觉是较为敏锐的 然后你经常有去为这些做准备 例如说 我一向摆定了10万进行投资 按按键就立即买到的 到其实你听到这些消息 你再自己分析完之后 觉得 咦 就算只是炒消息 也有机会吃到这个水 如果不是 万一这个半导体 这个 不知道什么导体 真的产生成功的话 甚至乎 可能一只股票 又由一元升一百倍 都不出奇 其实我想说 好人生是有很多的机会 不过 参照就是说 究竟你熟不熟 你能不能把握得到 其实我今集拍出来的目的 当然除了我工作赚钱之外 亦都是去提醒自己 就是说 既然我打稿的时候 我都可以找到那么多的封口位 而我又错过了 其实由今天开始 我应该 要再去提升自己的认知 再透过 反正每天做事都要看那么多新闻的时候 究竟 下一个时代的封口位 下一个 能够 有永存噴法的位置 我不能不能够动息到先机 不过当然 我本身又不是什么金融出身 是吧 我护士出身的 就算你说 我找到有些什么的封口位 都好 找到都不够 跟大家说 因为说了出来都担心害了大家 如果真的有一天我找到这些封口位 然后我又成功赚到的话 到时都不应该跟大家分享 是吧 因为分享了的话 大家就会说 郑仔收了些好东西 不跟大家分享 这个人真的很便宜 但万一我分享完 害到大家输了的时候 我又是会被人怪责的 结果搞到整件事是极度之矛盾 今集真是一个吹水响 希望这一条片 不要太少人看 因为通常这些 预早录制的影片 一定少人看 但我是觉得 今天这一集的含金量 可以说是近这个礼拜 最有含金量的一集 可能甚至乎是 整个月最有含金量的一集 好了 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了 我们就应该是 明早再见 好 就这样 拜拜